在时间11点整 社会 经济 环保 观光 你关心的事就是今天节目的话题 欢迎收听人民最大声 各位一起来听众朋友大家 大家好 我是人民最大声的台湾主持人 孙建品孙老师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 首先来关注 整个全球的一个新闻的概况 那首先在今天中国时报的这个 A1版就是药文的这个部分 在下方这里 那就是台美进行军火的这个采购 那有利于小英防美安排 66架F16V 美国开天价4000亿 那这个4000亿呢 对台开着这个天价 平均每一架超过66亿台币 那这个数字有 数字是多少 其实比我们高雄气暴 全国家的现款 加起来 45.6亿 那这个军购的金额 我们回顾在两年前 巴林王国啊 他曾经像美国啊 也是一样 采购19架F16V 那也包括他的战机的升级 他的一个F16的一个战机升级的一个方案 那当时所提出来的这个军售的一个价格啊 实际上我们换算起来 其实比较合理的价格 应该在这个整个销售总价 美国是开4000亿台票 一般来讲应该在2200亿上下 也许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数字 如果说 所以说基本上啊 蔡英文总统在 虽然说现在为了要拉台选情 那必须要赴美 那到美国去也必须要有些伴手旅 那但是我们在国防的军购上啊 必须要站在台湾的本位啊 来去思考 好 然后呢采取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价格 别人说美国这样对我们开这么多的价格 那依照联合报的报导 那大概这个 当然就是我们整个整体啊 我们军方空军方面在做评估啊 180的一个方式来评估 比较合理的成交价格在2500亿左右 那当然建平这边刚刚有提到说 其实2500亿 其实还是偏高 大概2200亿是差不多是合理的 因为80亿国真跟台湾的形式略有不同 尤其川普对台湾 对台湾来讲啊 在整个战略的一个防守 他在整个他的印太战略里面啊 台湾是他的一个战略的一个环 然后一个环节 那叫我们出这么高的价格啊 那实际上这个对台湾的经济啊 呃来讲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 那这个政府未来要编什么 要编特别预算 所以他这个 这个中国时报这边有提到 啊根据军方可靠消息来源显示啊 我国已经向美国正式提出采购 66架F16战机的这个需求 将编列特别预算来支应 那至于啊 这个价格当然就说 整体呢 呃我方是希望压在3000亿元以下 那但实际上 那个一般来讲啊 我方应该是以大概对半坎的角度吧 来跟他谈 那大概比较合理是拉到 大概2200到2500亿左右 因为巴黎大概成交大约 换算过来大约在2500亿 那我们应该 而且我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 这个F16V里面啊 他其实我们台湾 其实当年啊 我们是有投资的 我们有参与一部分投资 我们是有智慧 我们这方面 我们是有相关的智慧产权的一个产出 所以说我们跟巴黎的情况并不完全一样 我们是曾经是投资方 所以他们这样算起来 差不多2500亿 那他只要用巴黎王国来买我们同样的东西 这个鸡来算 2500亿 那我们应该是2200亿 那我们不要去分红就好了嘛 因为其实两年前 那个巴黎王国去把美国采购的时候 那台湾还有分到这个军购的分论 我给各位说 因为这个采购 领核的采购 包括军事采购里面 它里面大概就有几个 第一个就是 它是一个本身 他们视为是一个投资 那当然依据台湾关系法来讲 他美国对台湾的一个供应的武器 那当然它的规格 跟它的一个性能是受到限制 那当然如果说美国坚持 要以3000到4000亿 要3000到4000亿 那我们刚才买F35 那所以说 这个因此呢 这个是对台湾的一个 第一个我们在那战略空防的需要 好 那让台湾有效的展现 自我防卫的决心 这个很重要 但是我们不能当凯治军功 好 那这个是重点 那得 这个国际新闻看完之后 我们接下来看 第二个 国际检所关注的焦点 这个跟高雄也当然是 我们各位兰各位兰 也是很关心这个议题 就是其实南韩 中国大陆 这几天因为那个南韩的 包括首尔的空气品质 超差 那呢 那这个 所以南韩方面啊 就要求啊 中国大陆啊 要尝试改善 那各位都知道 就是空气品质不好 要怎么样来改善呢 其实人造语 是很重要的 那所以说南韩方面就要求说 中国大陆啊 你们的这个人造语的基础 比我们南韩好 好 那我们南韩的人造语 其实结果并不预期的成效 所以呢 他要求中国大陆 这方面来合作 来提供技术 与协助 也就是在 这黄海的海域 也就是呢 为在中国大陆跟南韩的 这个交接的黄海海域 实施人造语 那当然中方啊 中国大陆方面呢 也表示啊 其实他说 两国之间的这个 技术合作 科技合作 他们是乐见的 他也很乐意帮忙 但是他说啊 雾霾的成因啊 其实很多 那是个很复杂的因素啊 而且南韩方面 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啊 这个雾霾真的是中国大陆造成 而且他还举例子啊 他还举北京 目前的空气品质 就比首尔还好 他拿出具体数据啊 所以说啊 你首尔可能是你 那是你韩国自己的空气排放 因为现在北京也把很多的 排放性的产业赶走 因为他们之前那个 那个习大大 非常熟悉 空气排直接摆 身手不见物质啊 所以他们也针对这个 他们针对北京市长 也下了通点 所以说现在 有于欢 这个反空污的议题啊 现在是成为亚太地区啊 甚至于可以说是 全球主要先进 发展国家跟地区 最关注的一个议题 好 那当然就说 好 那看了 中国大陆跟那个 南韩之间的一个争议啊 当然我们这回马枪 有稍微点到一点 中国大陆还不放过南韩呢 你怎么说 他说啊 上海空气平均这次摆 他说是什么 他说这可能是你南韩啊 你的首尔这 这个细旋浮为例啊 按照这个 就是东北季风 整个飘到上海 所导致的 所以他就说啊 因为大陆沿海城市 没有那么糟嘛 就是上海 按照根据这个 季风的方向 他就说 他就 中国大陆反而指控 是南韩 所以他双方都指控 对方造成空污 好 那当然我们再讲到 那个 有关于南韩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再来就是 大家很关心啊 其实我们高兴的 高兴的这个空气的这个 拼劲 尤其哈 我们高兴市啊 大家都知道说 我们的这个空污啊 是其实在去年选举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市民 最后会关心的议题 那在民众日报 第九版 第九版就是这个 最下方 这个叫高频药文 在高频药文呢 最下方这边啊 从高雄的空污品质改善率 是全国第一名 那根据这个 这个报导显示啊 去年 全世界空气污染最严重的 城市排行榜 高兴市是全世界第530名 高兴市去年530名 呃 环保局局中哈 原中心啊 你看到这个数据 那当然就是我们从 其实从去年开始 好 那我们整个空品 空污品质的改善 其实是有比较 有显著的一个进步 好 那所以原中心仪表写啊 今年哈 环保局 会持续提出 一篮子的空污治理策略 来加速改善 细旋浮为例 PN2.5的浓度 所以现在高兴的空气 平致不是全台湾最严重的 那我们改善率是全国第一名 好 全台湾 22万7 好 是最后的进步最快 当然我们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那我们在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都谈到就是工业排放的问题 好 那除了空气污染之外 当然就说 哎 其实啊 刚刚讲到 韩国的人造雨 我们就是说 其实啊 今年哈 我们台湾是暖冬 所以因为我们的台湾 现在是暖冬 所以我们的这个降雨啊 可以说是雨量创新低 好 那我们都知道 就是说 所以现在台湾的水情啊 相对是比较吃紧 好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好 那我们都知道 就是说 在水情吃紧的情况下 其实 因为三月六号 三月六号到三月十号 这个全台啊 尤其是中部以北地区啊 都是有这个 比较明显的浴室 所以水利署啊 其实必须要把握这个机遇 三月六号到三月十号 这个中部以北的这个水情 比较理想的情况之下 把这个相关蓄水的这个 准备 把它做好 好 那以备不死之虚啊 因为我们今年哈 我们比较担心说 后续是不是会有水情 撕紧的这个问题 好 那当然就说 呃 除了这个观点之外 另外我们看到第二个就是 有关G7 好 国际新闻的这个部分 就G7 那G7呢 那有一个国家 好 G7叫做七大工业国 G7的七大工业国里面呢 就是意大利 可以安装的吗 我讲是主义西部 A5 财经新闻 就是啊 意大利哈 它说 孤行 停一带一路 各位都知道 全世界哈 现在跨国的一个 经贸战略有两个 这个是欧洲 欧洲在的 二孔一孔年 提出的 欧洲2020的战略 另外一个 最大的这个 跨国的这个 这个经贸战略啊 就是中国大陆 所提出的 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 分为啊 海上丝绸之路 跟陆上丝绸之路 那意大利呢 是七大工业国 好 这G7啊 那它 挺一带一路 当然了 美国就对它 展开炮轰 就说意大利 你扯我 美国的后腿 好 那这个新闻呢 我们都可以知道 就是说 意大利的经济发展部的次长 杰拉奇 他表示 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 三月底将访问意大利 那计划与其签署 这个理解被忘录 支持中国的 一带一路倡议 这将使得意大利成为 第一个支持 一带一路的 七大工业国 那此举已经引发了美国的强力反弹 批评可能重创意大利的国际形象 这是美国 非常受惧 好 那其实现在日本 南韩 对一带一路啊 即便最右倾的安倍 最右倾的安倍 也都对一带一路 也都示出善意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就是说 在整个治理国家 它必须要有宏观的格局 跟视野 然后呢 配上精准的判断 以及强大的执行力 这个很重要 所以作为一个台湾的领导者 创意文总统 如果要挽回他的颓势 他必须要 记住 身为国家领导人 他必须要扮演这样的一个 他也要有这种格局跟气度 不是说这样用卫 去呈口舌之快 那以小是大 要以智 以大是小 要以人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除了这个意大利 这个加入 就是说这个挺一带一路之外 我们台湾 现在 我们来看我们国内的新闻 因为国际新闻大概 看完之后 我们看国内新闻的部分 那其实 大家很关注一个议题 这是叫以空以空年 台湾的这个总统大选 好 那总统大选这边 我跟各位报告 民进党 民进党 曾以中央当部 有做出一个 就是有做 通过2020 总统及区立委 提名初选时程 这个在自由时报 A4版 这边 在最下方这里 好 那我们可以知道 就是说 民进党 他的一个总统 跟立委的一个旗程 才给他听众朋友报告 就是说 曾民进党 中将会说 他的总统 民进党的总统 初选的 领表的时间 是三月十八号 我们这五月十八号 哦 那很快 我们今天三月十八号 你看 十一天后 民进党的总统 就要领表了 他领到当时 领到三月二十二号 那四月十七号 中职会会公告 总统 提名的名单 所以民进党 从三月十八号领表 三月二十二号领表截止 四月十七 就已经要决定出 总统人选 所以算算的 民进党 还有一个月 还有十天 就要决定 可能啊 就可能 不是出演文 就是六千点 代表民进党出来残孙 以控以控你的总统 好 那呢 那 他说四月十七号 公告提名人 那他的听众啊 这是总统的部分 另外 民进党 中乘会 常常说 他的区域立委 因为立委分为区域立委 跟全国不分区 和乔选 分两地 好 那区域立委是 孙兵来认票 那不分区 跟乔选立委 是永正党票 所以我们是这样 单一选区两票制 一党 导好 我们的选民 我们的选民 导好这好选林 区域立委好选林 另外一票 就是看我对 都一个政党 的好感比较高 那我就回到那个党 那这 这个主要政党 就跟他的这个不分区的 跟乔选立委的这个名堂 就一开始就公告出来 大家来看 看这个赛选 看这个赛选 是怎样 好 那所以说民进党的一个立委 区域立委的旗程是这样 三位二十五号 就是 比总统慢一个礼拜 三位二十五号 到三位二十九号 要 命票定期 命票 还定期 他在五位二十 二号 中职会 会公告 立委候选人提名名单 也就在 今年520总统就职 这个周年 就是就职两周年的这个 三周年的这一天的 后两天 今年520就是总统 创与门总统就职三周年 再过两天 就是那个怎么样 5月22号 就公告 整个区域立委的候选人名单 这是民进党的这个部分 大家看了民进党的部分 大家就开始关心 郭民党方面 郭民党方面 五敦一主席 他啊 掌底的中东部 参加那个什么 参加一个叫 公祝福德政审 圣诞千秋的 这个祭典 那祭典后 就把立任党主席 他们也举行一个查序 那查序结束之后呢 五敦一主席就接受采访啊 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就标记啊 标记下面呢 这主义是四部 A4 就是A4版 也就是这个 焦点新闻这边啊 他在中间这边 他有特别提到 就是呢 郭民党的部分 郭民党的部分 我给各位听众朋友报告 五敦一主席指出 家庭 他是不是会算 他是差不多四位车到五位车 会做决定 根据过去的 这个翁礼 过去的往律 凡是立委跟总统在一起选举 一般都是在一位混算 那教计的时辰呢 推可能在明年的1月11号 好 那所以依照过去的这个程序跟流程 国民党大概都是在四月初左右公告 所以郭民党的比民进党比较万担保 好 所以民进党是 比三位十七号嘛 好 那算是郭民党是四位车 公告 让大家领表 请党完来联署 达到一定的这个联署 五月初就会办理登记 好 那登记呢 五月跟六月之间 就会完成党内初选的机制 那大概在七月份 因为郭民党每一年要召开 全国党代表大会 所以呢 那会让七月份 国民党的这个全国党代表大会啊 来认可 好 这个就会成为 郭民党的这个政策的 总统的领算 那当然就说 是不是有 就说 吴敦仪主席也表示啊 按照这个流程来看 那他会秉持的很谨慎公正的方式 来做这个相关的选务工作 好 那我们了解了 那民进党跟郭民党的这个 总统的日程 那以及民进党的这个 中选会公布立委的这个日程 郭民党的这个立委 区立委的这个日程 当然还进一步还要再看 国民党中常会 他的进一步规划 那我们删来 我们就要来看 这个动态的部分 好 就是 国民党的部分 即朱立伦 市长 去年 12月25日 他卸任 新八市的市长的时候 他率先宣布参选 之后 日前 前台北官的管党 周习伟 他也宣布 他要参加国民党的 这个总统的组算 啊今天 今天 今天哈 早是刚才而已 现在是时间 11点19分 哈 11点19分 哈 呃 咱 刚刚10点10分 郭君兵议党 在台北 交开记者会 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啊 的顶楼 召开记者会 召开让世界看见台湾 带台湾走向世界的记者会 郭君兵议党 正式宣布 要参选 2空2空2空2的 总统台湾 所以现在国民党已经正式宣布哈 有三个 哈 有三个 就是三颗太阳 现在纯最后一个太阳 就是五吨鱼 好 我们时间11点19分哈 咱们广告过后 回到节目现场哈 要注意 广告的 有五吨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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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是广告的 每天跑 補充营用最简单 全素食的 五吨鱼 是台湾幽肌農三品的真正 普罗家族 幽肌尼麦黑骨堡 让我们每天够健康 控股控股193193 公司刚才大位 这个月我都要常常帮 需要更多的鱼鱼 普罗家族全棗精 保充鱼鱼 不用操还 南棗 绿棗 赫棗 和清华 農属的全棗精 替你保应用 保护烤 健康造型 打拼生华 穿一座 Pro家族全棗精 健康提烤 美酒精 控股控控 100Q3 100Q3 控股控控 100Q3 100Q3 你是高老家族 會造成南棗提令不俗 晚上下班也不太照顾 美妙的家庭幸福 造成南棗 風洞的威兒港 也是因为一样發展 理論来三星的 他不通有力 讓你日子 晚上都有力 賣一送一只要2,980元 今天加碼一千 又送一家 訂購成功 又加贈百里如春 抗發炎抗自由基 一罐60顆 出門傳說 控告控控控 399599 0800399599 快樂就是和世界當好朋友 和潮流不斷線 每天開車上網回家 無時無刻都聽到快樂聯播網 是我最快樂的事 快樂聯播網 陪您串流全世界 掌握新知 請搜尋快樂聯播網粉絲頁 或搜尋官方LINE 快樂聯播網 快樂台灣 政策武漢 快樂聯播網 快樂聯播網 現在有三個太陽標台 只有五頓一主席 還沒標台 各位條件朋友 大家都在想說 五頓一 來這個是今天 中國時報A4 A4的新聞 這個就是 五頓一主席 來你看他這標題 生來一筆 無大拜拜 伴造王者 就是張啊 這拜託的說白了 其實 現在我們看得出來 五頓一主席 他維持了 他形成了一個主席的高度 他有這個 逐漸形成了一個高度 他強調喔 他會謹慎公正 這個架牌做法 其實展現了 國民黨主席的高度 很多人都會說 五頓一自己出來選總統 當然就是說 五頓一主席 他的這個能力 不只敢在執行力 他對高雄以往的建設 其實大家現在回想起來 其實其實蠻多民眾 還是蠻蠻肯定 因為吳尊英主席 他其實在六頓 在主政的時候 我們高雄港的這個吞吐量 這可以說是名列世界前茅 對吧 所以我們現在從 這個人類歷史這樣整個發展 從整個高雄的產業發展的過程 其實是 五頓一他的這個產業的這個用心 他對這個 他的歷任的這個政績的豐富 以及他的這個青年的形象 一些社會各界 大家其實針對這個部分都沒有爭辯 那他因為他針對這一塊 總統初選 他現在展現一個扮演這個 造王者的這個角色 而且他只保留萬分之一參選的機會 所以因此你可以知道 在吳敦義主席他心中 從這些各種的資訊來判斷 他現在心中首先最關注的就是 怎麼讓國民黨贏回來 好那贏回來呢 那所以國民黨的初選辦法雖然公佈了 但是吳敦義主席也特別強調 就是說他不會有 我們就以國民黨來講 他不會有二階段初選 他就初選結果完之後 那到時候看這個結果的情形 以及全民全體支持者的一個看法 那這個大概在差不多六月到七月之間 那個時候呢保留萬分之一的這些的可能 其實他也不排除徵兆 所以因此呢 所以這個是有關這個 國民黨方面的一個情形 好那當然民進黨 當然我們剛前面講 應該是穿越武的機率是最大 好那當然就說 好那我們了解的這個之後 我們要看具體的一些相關的民調的這個數據 這個是民眾日報 好這個是民眾日報啊 今天頭版 頭版呢他公佈啊 就是什麼呢 台灣民意基金會 他在228的時候 他那個時候有做過一個最新的這個 最新的民調 這個叫感情溫度排行榜 感情溫度排行榜裡面 韓國瑜的這個溫度排行榜 是第一名 他是高達60.35%的支持 那再來緊追在後的是柯文哲 好那柯文哲是 百分之五十七點六四 那再來就是 再緊在第三名的就是 六千點 六千點是五十六點五五 那再來蔡英文呢 是四十六點三八 這個是有關感情溫度的這個排名 好所以其實民眾覺得 最有感最有人味的 韓國瑜也是第一名 那所以說這個是台灣民意基金會 在民眾日報今天的報導 那另外呢我們再看另外一項民調數據 是中國時報 中國時報A1的這個要文這裡啊 那他是一個最新的民調 那這個最新民調 那各位可以看到 你看他的標題 韓大福領先科 然後呢 所以說這裡面有兩個人被列入民調 好來來去做比較 首先第一個 來您看一下 第一個呢 他針對什麼 針對韓國瑜 代表國民黨 然後呢 五黨籍的柯文哲 以及民進黨的蔡英文 來做一個 做一個這個民調的結果 韓國瑜的支持度是31.9 這最高 第二名呢 是柯文哲 22.9 22.9 第二 這第三呢 最最低的就是 蔡英文總統 15.6 好這個是 呃 就是當這個 三個人選出來敬竹 好了 假設國民黨 呃是初選完之後 那假設是朱立倫出來的話 他的民調是這樣 朱立倫對上 國民黨的朱立倫對上五黨籍的柯文哲 對上民進黨的蔡英文 朱立倫是31%的制度 也是最高 好 然後呢 柯文哲是25.7 如果是 朱立倫 柯文哲跟蔡英文的時候 柯文哲的制度就從 剛剛對上韓國瑜的22.9 攀升到25.7 所以呢 朱立倫跟柯文哲的差距比較小 好 領先程度就 朱立倫領先程度比較小 那蔡英文呢 呃 是12.2 所以不管是什麼樣的組合 不管是韓國瑜也好 柯文哲也罷 從目前的民調 民進黨大概 呃 明年 失去政權的機會 中央政權的機會 也是 是不低的 是不低的 從目前的民調的一個顯示 好 所以呢 我們大致上可以知道 呃 這是民調的結果 那當然就說我們 呃 現在時間是11點27分 齁 11點27分齁 那我們關注了整個 有關2020年的選舉之後 我們大概 大家都會問啊 說韓國瑜市長 你到底你怎麼會出來選總統齁 他才是 剛剛有什麼想法跟看法 我給各位聽眾朋友報告齁 這個 中國時報的A4版 下方啊 齁 有關 A4這邊 由於韓流啊 這席卷 齁 林伯鋒啊 想簽戶籍當高雄人 齁那 這席卷說呢 韓國瑜市長 現在說 他 現在 所有的重心 都在拼高雄的經濟 好 然後呢 那當然就說啊 呃 沈富雄大佬 民進黨的大佬 沈富雄 他也說啊 其實這個正當性議題 是一個假議題 好 所以他說 那是民進黨哪有一個 他們的叫做 民進黨版的韓國瑜啊 民進黨一定士氣大政 哦 那所以說 他就講國民黨的文化 稍微不太一樣 好 這是有關於這個 呃 目前的所針對2020的總統大選 那我們關心完整個總統大選之後 我們就要聚焦在高雄的這個 呃 相關的這個 在地的議題 好 高雄在地議題啊 那首先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啊 那個根據我們 就是民眾日報 第九版高頻要文這裡啊 約者新聞 就是高頻的鋼山路足延伸線 我們確定 就說明年啊 大致上 會有二階動工的可能 好 那所以說呢 從這樣來看交通部啊 他已經目前審查過了 等到環評完成 如果環評能夠順利 完成 那行政會合定後 應該明年啊 就可以開始進行 用地取得跟發包的施工 好 所以說這個對著我們發展 發展 我們露得工三 還有歐來 是非常有幫助 好 把高雄的這個 呃 整個連結的這個連結的脈絡啊 從蛋黃區一直延伸到蛋白區 好 那這個是非常棒的 好 那當然再來就是說 呃 然後呢 讓我們在世界的地圖上 能夠找到自己 好 其實喔 總裁四字星的作者 叫嚴長壽 好 嚴長壽喔 他啊 其實他這幾年以來 比較聚焦在一些 呃 這個有關 包括台東公益平台 好 比較聚焦在 從社會企業 好 也有聚焦在 有關台灣趨勢的關心 好 那其實齁 那個 2008年啊 嚴長壽寫了一本書 叫我所看見的未來 好 那獲選為年度最有影響力的書 好 更得到金鼎獎 台北國際書展大獎等等 的榮耀 那嚴長壽他其實在這些年齁 其實包括建平在學校 我們一直關注一個議題就是 我們青年的發展 我們早上這部中有跟大家報告 我們這個我世代 他這個人手 三八七十萬英雄 這三八七十萬呢 這些台灣孩子 是未來 我們台灣發展的關鍵 我們除了在客觀上面 來提供各種政策配套之外 我們一直希望 能夠 讓孩子們 更有國際觀 這也是我們今天齁 這陣子建平代班啊 人民最大聲一直希望 透過我們的節目齁 因為我們也希望 如何如何這些年輕人 聽眾朋友齁 現在我世代可以關注到 其實在整個全球的一個發展的趨勢裡面 怎麼找到台灣在世界的產業地圖的影響力 那我們在看齁 不是看那個地圖的面積大小 是要看影響力大小 影響力的地圖裡面 如果我們能夠更大 更強 變成小而強 這個就很重要 那其實 嚴長壽齁 他這裡 他有提到 他其實他之前齁 在那個基調 他剛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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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元2000年 那2000年之後 中國大陸 積極向世界取經的這個政策中 所埋的這個旗幟 中國大陸 他當時已經預測到 印度會是世界未來的機會 跟市場 那中國大陸 他其實在人才的栽培上面 相對 平常已經講 是比台灣更重視 其實 我們一直在探討 一些資源裡面 其實人力資本很重要 我們台灣在過去20年 我們 政策上 互動 惡動 臨財財 臨財財用 都出現了斷層 其實 國民黨 也不用說太高興 為什麼這樣說 國民黨的政策的臨財 他的梯隊接班 其實 現在面臨一個情況 你看 現在台民上都是 年紀上 都比民進黨更大 也比 中國大陸 年紀更大 所以 國民黨現在在五六年級 五六年級的世代 他其實出現了 人才的一個落差 人才的落差 那所以說這個都是 在不管國民黨也好 民主進步黨也罷 乃至於未來的執政黨 不管是國民黨民進黨 他站在台灣的整個人才政策的一個載培上 都必須要整個動見國際的趨勢 你看中國大陸 他當時發現了印度 可能是一個很大的機會 所以他把公費留英的學生 派駐到跟英國有殖民歷史關係的印度 去念商學碩士 念MBA 短短兩年裡面 除了學習到當地的文化產業 也自然融入印度的社會 並跟各行各業的精英成為同學 無形中建立了各種情誼 培養了堅實的人脈 有助於他們在日後在印度的發展 你看中國大陸 他跟印度不好 他跟巴基斯坦比較好 但是連印度跟他都不太對盤的 他都已經要融入印度的社會 這種人性 這種遠見 是我們台灣值得學習的地方 所以我們其實未來在整個人才栽培 我們的高雄的北部 他也要改變觀念 我們現在讓我們北部這樣 都這樣 因為以前比較艱苦 想說孩子怕他太苦 所以呢 在教育上都讓他去託 就是高雄的高雄在高雄找台下 高雄找台下打後 在高雄研究所 了不起到台南的成大 讀一個Post班 所以我們的孩子 那這個交往的人際網絡 轉波隆底 南台灣而已 讓他到北部的 已經越來越少了 那更不要講說 讓他去到海外去學習 這個比例 其實未來我們有必要再拉高 因為中國大陸 他們在雙聯學制上面 是非常的踴躍 那台灣現在其實 你不要講別的 我自己服務的學校 我們學生參與雙聯的比例 都還不算太高 什麼叫雙聯 就是我們台灣的這個學校 跟國外的姐妹校 雙方達成了一個合作 像比方說我們學校 跟那個越南的學校 就有二加二 是他們的學生 在那邊學二之後 來我們這邊再讀兩年 那取得我們的學士學位 那我自己也教過 越南班的學生 那所以說其實你會發現 那我們在針對 這種跨國的學習經驗 跨國的冷際網絡 這個培養是非常重要的 那台灣在這方面 人才政策 那 這些人是誰 更有國際觀 跟世界 廣泛的世界各國的人民 來交朋友 建立深厚的友誼 培養人格的認同 跟人格的信任 這個非常重要 好 那所以說呢 好 那其實我們反觀90年代 其實你來看 民國九十年之前 台灣是社會 什麼情形 我說台灣是英卡榜的 但是國際聲勢高漲 我們的主委最會豐富 有沒有 我們的國家 我們的企業 我們的教育單位 從來沒有說怎麼樣 都沒有被質疑啊 但是我們其實也在那個時代 之後我們開始失落了 為什麼 因為在我們繁華達到最高的時候 其實啊 弗里曼寫了一本書 叫我們曾經輝煌 講到說美國 講到說美國 他講到說美國 他現在基本上 他的封面就說 基本上 不只是誰給美國的孩子看 也是誰給台灣 誰給巴西 很多啊 這個 以開發跟開發中國家 的孩子來看 他說我們怎麼呢 他說 美國曾經輝煌 來 代表現在有輝煌 沒有輝煌 所以現在 變成說美國對著中國 他採取的是什麼 政治的施壓 政治施壓 這代表什麼情況 我給各位報告 如果兩間公司啊 做一樣的三件 因為我是法律老師嘛 兩間公司的三件都做一樣 A公司一直到B公司 聽見朋友 A到B喔 兩間不一樣的東西喔 誰的生理比較好 通常啦 因為做企業喔 有兩個拳頭 右手抓核心競爭優勢 不管是技術 租金 通路 或者是其他這個品牌價值 這個是右手抓競爭優勢 左手抓什麼 左手抓法律防護 來 會動到法律防護 會動到左手去打對方 就是因為右手打輸了 才用到左手 所以A公司到B公司 通常誰生意好 通常B公司生意比較好 因為B公司啊 生理好到賺錢就不夠了 哪有可能去跟你照顧 不一樣啊 有沒有 所以說其實你會發現喔 其實職場也一樣啊 同學 我跟學生都說啊 同學 我跟一些調整朋友也說啊 其實我們喔 如果有人在說什麼 說什麼 說什麼 說我們的說話 那這個其實喔 我們有時候不用生氣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其實我們轉念啊 換位思考 代表我們其實有一定的優勢咧 因為我們就是那個B公司 或者我們是這個B的這個個體 因為我們有優勢 所以人家來攻擊我們 所以被攻擊的時候喔 有時候我們不要生氣 讓我們換一個念頭 我們聽眾朋友喔 當我們心寬 我們有量都有好 我們就是 其實有時候轉個念 我們就不會這麼生氣了 原來我造成了它的威脅 威脅啊 所以我就要怎樣 我就要更加謙虛 更加的平和 更加穩順 還更加贏 因為人家就 從本來的萬多 不萬 又說我們的牌子 結果呢 我們又對人 又有勒毛的 人家就想說 哇 這個人本身是神流的 所以有時候其實啊 慈悲 是沒有敵人 我們在國際社會喔 我們謙訊 有厭倦 而且我們對這些驚訝是誰 我們要拉一把 我們的社會 才會越來越和海 這非常重要 現在時間喔 11點39分 我們說廣告過後 我們待會回到現場 我是人民最大神 節目代辦主持人 孫建平孫老師 大家齁 都在今天這個 在說的時候 天然的東西 然後再加上 也有這個 摺元素在裡面 我後來自己在用 其實以前我自己都覺得 是價錢不低啦 對 但是我自己在用 我才知道說 其實用完才發現很划算 是 因為它超級濃縮的 嗯 就是等於是說 像我們以前在 我在很多地方 也買過很多膏藥 在摩嘛齁 白草元氣散呢 我發現它不用抹太多 像我整個脖子後面齁 脖子後方 我只要用小指的半截 我們小指 那個第一截的半截 對 這樣子的一點點 我就可以抹全部 它就可以12小時都很熱 超濃縮 濃縮到怎樣你知道嗎 大家 10倍濃縮 我把那個罐打開 這整罐這樣 打開 你知道我怎樣 我要整個 給它這樣往下 對 我把它整個這樣往下 沒有一滴水會滴出來 也沒有任何一點點的 什麼液體的東西會掉出來 對 表示就說它真的是很濃縮的 對 所以就是說你在摸的時候 一點點就夠了 對 這就是這樣就是說 我們不用去開錢 買一十罐 對 你一瓦就一罐 我沒有必要 我沒有必要這樣騙你嘛 對 對 所以它就很濃縮 你會用很久 因為它是天然 因為是天然的 不是用藥去幫你快速處理的 對 它這個用天然 所以它用的很濃縮 天然對我們身體沒有害處 對 然後但是它要用到很濃縮 可以讓你有那樣的效果 謝謝 所以它用的非常的濃縮這樣子 讓你很集中的很有效果這樣子 好 所以就是來講外面的時候 你如果說你自己去問 或是你要有認識這個人 對 這個醫生你才會有一瓶是一千二 對 今天有聽到有聽眾朋友 一個分享 一個分享 一個經驗分享 對 對好不好 那你可不可以就是說 我們也不要說這樣一瓶就這樣啦 就說聲聲嘴嘴 這樣喔 我今天來 對 是有準備一些這種 這個叫做分享的 對啦 大家有圓啦 對 就是一千二我們可以買一送一 就是帶回去兩瓶一千兩百塊錢 這樣子喔 對 所以就是說大家真的有機會喔 對 但是我們因為就是一個推廣的 對 一個分享 所以就有限量 限量十個客人這樣子 十個 對 十個有緣人 對 好啊好啊 那你等會留一個給大家 大家可以跟你認同好嗎 0800 0585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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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大家堪底的按鈴謝謝囉 謝謝 快樂最好康 讓你越來越快樂 快樂台灣無限精彩 快樂聯播網 各位台中朋友大家 午安大家好 我是林民最大小的台版主持人 孫堅平孫老師 現在時間是11點42分 好 我們今天節目主要是探討 好 我們現在對現在我們青年的創新創業 的部分 其實好 那我們在這些 這幾集的過去代辦的節目裡面 我們一直在希望說 打造高雄 成為社會企業的這個聚落 我們要形成這個聚落的效益 其實好 從那個2013年11月 建民在全大會提出那個 社企的這個法案 以及有關資金的建議之後 那麼2014年台灣進入社會企業元年 好 然後呢再到2015年 2014年我們在 首先我們在高雄 的這個 中央 中央公園站的噴水池 這邊辦了 2014社會企業論壇 那義工英文年 那我們也在那個 美麗島捷運站 這邊 人權學堂 也辦了2015社會企業論壇 高雄廠 然後呢 後來我們也在2015年 在那個台北 我們也辦了 在台大校會館 也辦了2015社會企業論壇 台北廠 然後呢 那我們在2016年呢 在世新大學 也辦了 2016社會企業論壇 其實喔 建篇這個 這幾年 如果是我們社會 聽眾朋友 你如果是對這些議題 有顯示 那您可以在YouTube 您就是輸入啊 社會企業論壇 你就會檢索到 建民把這些 相關我們的整個影音啊 整個都錄影 整個錄影之後都放到YouTube 免費讓我們所有全國的聽眾朋友 可以來收看 我們都要邀請 在台灣各個面向 對著我們這個土地人動 對著我們這個土地關懷 正能量的這個五六七年級 這個年輕輕壯世代 我們對台灣 我們有希望 我們對台灣 我們感到 只要我們有心 我們有力 我們願意啊 希望來貢獻心力 讓高雄 讓台灣啊 成為七年實現理想的樂園 所以 這是我們節目一系列的這個節目 我們希望所帶來的一個高雄的正能量 那 我們現在齁 那剛剛講到有關於這個 產業的這個部分啊 其實齁 民國九零年代 台灣基因卡棒 那但是我們在退出聯合國之後 好 那上市了很多的國際連結 那這個國際連結的上市啊 其實從當時從台灣的股市破萬點 好 那整個 而且外匯傳體是創世界新高啊 好 那自新高漲的時候 那結果呢 我們在那個時候啊 我們台灣出現了一個情況 我們出現了發展機遇的方向上失落了 好 所以我給各位報告 國家的領導者 國家的領導人 非常重要 有沒有 城市的主政者 非常重要 我們在最強盛的時候 開始慢慢的走向衰退之路 因為我們在國際的脈動上面 我們失去了不斷的自省 沒有行程聚落 那我們的年輕人呢 也因為我們的父子被保護過度 所以沒有把我世代的潛力 把它發揮到極大 今天 石油未完 只要我們有心 我們可以改變台灣 改變台灣的命運 改變我們高雄生氣的命運 好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當然我們現在有蠻多 蠻多的民眾 那有這個在網路上給我們留言 那首先我們先感謝 那個 就是林小姐 她跟我們問好 那我們也跟您 祝您午安 祝您那個 待會有愉快的午餐時間 那我們還有沈月騰 沈月騰 沈網友他說 不分藍綠支持高雄 這個就是我們節目的目標 我們希望說 打破這個難力的界線 族群的翻例 我們用我們的專業 用我們的所有的心態 我們都想 我們條頁都要想 我們是要怎麼來 為台灣找出一條 產業發展的方向 我給各位聽眾朋友報告 以色列的這個國家 它的主要政黨 比我們更多的 它的主要政黨比我們更多的 它沒有一黨過半的 結果人以色列 它為了國家的團結 這非常重要的 當然台灣是多元民主社會 我們就希望透過 透過對話的過程 其實有時候批評也是一種 批評也是一種欣賞 我以前我在做訓導的時候 我跟各位聽眾朋友報告 我要去媒學生 就是我要跟他留下查看 我要跟他留下來 我不會跟他退學 我要叫這個孩子 因為我要叫這個孩子 我就用心跟他講 老師現在講話很重 但是是為 我是為你好 好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 如果你不想聽 你也可以簽這張 你就 你就離開這個學校 我會祝福你 我不會跟你講這些 所以我剛剛 我剛剛把你抓不著 我講到你的口 我就是要把你叫 所以通常的道理 我們所謂批評 如果說 對很多時局的批評 如果說最後導向一個正念 就是我們的正念都是希望 我們的社會 如何如何 這個就是一個正能量 好 所以其實政黨政治的競爭 就是避免流弊 有沒有 那有多元的這個政見形成 我現在覺得 其實國民黨要辦一件事情 國民黨的這個東來仇順 民進黨有可能 敢贏參選 有可能 當然現在看民進黨 方便是定義 反正下禮拜 大概就會就會 就會比較更明朗 那國民黨這邊 比較好的一個做法 我們是主張 應該要怎麼樣 要把這幾個表態要參選的 要用個平台 讓他們來談政見 不管是政策的發表 還是政策的辯論 讓他整個直播 透明和全台灣的人民來看 像誰的主張 才可以把台灣帶到 最有希望的方向 這個很重要 那也展現出這個高度 所以我們透過政策的競爭 而且這個遊戲規則 我們競爭完之後 產生了這個人選 其實就符合 就尊重這個遊戲規則 這個很重要 就對制度的信賴 當然就是說 這個辯論 一定程度的辯論 一定程度的政策的這個 政策的討論 非常重要 那當然我們現在 那個 就是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大致上就是說 這個整個 有關於 我們在節目裡面 大家就會關注到 青年發展的議題 就是說 像社會企業是什麼呢 其實社會企業就是用商業手法 來解決社會問題 我說的比較白 都就是 像比方說 不要說 我們高雄在地的社會企業 跟台南的社會企業 那其實你會發現 社會企業裡面有透過銷售商品的 好 那其實之前有一個 一個台南的 東代表 他來幫我問說 他們的處理 因為有這個 他算是誰 他其實 因為是有 生臟的這個現象 他也發心 他希望說 自己未來 想要創這個 社會企業 因為建平這些年 一直在談社會企業 那他就在問我 有關於這些 社會企業的這個 經營的方式 我給各位條件 明明不說 社會企業就是用商業手法 去解決社會問題 在英國 有一個叫大字雜字 大小的大 雜字的字 大字雜字 也是幫助街友 幫助街友 重新找到自己的方向 也是有的人 因為街友現在越來越年輕化 街友就是所謂流浪汗 而且裸逼 結果我們呢 以往的做法 都是給他錢而已 結果他給了他錢 他本來只會當一個禮拜的街友 因為我們給了他錢 後來他當了一個禮拜的街友 後來再給了他錢 當一個月的街友 再給他錢 他當了一年的街友 再給他錢 他當了一輩子的街友 所以說其實大字雜字創辦人 他自己當過街友 他就想過 要怎麼樣改變命運 其實街友 過著很艱困的生活 第一 參風露宿 第二 他可能會遭到霸凌 他可能遭到無端的攻擊 他連叫都睡不好 他怎麼重新站起來 所以呢 大字雜字的創辦人就想 其實你看 台北車頭你看 你到晚上10點 你看喔 柯文哲 如果走到台北車頭 10點 整個 跟台北車的車頭 車頭整個圍起來 都在那裡鋪的那個紙箱 在那裡睡 我給各位報告 政治工作者 其實的存在 就是改善民眾的生活 我們現在也有街友 全世界都有街友 街友怎麼改管 大字雜字創辦人 是這樣 因為他自己身為街友 他就決定 他說其實他後來變成不是街友 他就發心做一件事情 創辦了大字雜字 這種時尚雜字 一般來說 都是透過比較那個流行的 什麼 不管是百貨的通路啊 也就是 也就是 比較高檔的這個銷售平台 去買 他的平台也放棄 這種時尚的雜字 他覺得我不要走這個高檔平台 換一個方式 他透過誰來銷售 他就沒有理由 稍微 因為有的街友 他的殘存工作能力 他透過街友來賣 透過街友來賣 賣這個雜字 所以他先送十本給他 然後呢 讓這個街友帶他去洗乾淨 換上了比較乾淨的這個衣服 然後穿上了 就是穿上了制服 然後開始銷售 那前面送他的這些雜字 他賣出去之後 是不是就一筆錢了 然後呢 他再用半價再去批雜字 來 來賣雜字 各位 行起得到的錢 跟賣雜字賺到的錢 這個意義不一樣 所以他讓街友 慢慢的自力更生 好自力更生 好 然後呢 讓街友逐漸的擺脫了 他原來的這個生活 他透過銷售雜字 好 那當然現在其實我們在 我們在桃園火車站呢 有時候看到一些公益團體 好 那他也在 也有在 就是輔導 這些街友在賣報紙 好 當然這個售價 就跟他在超商買賣報紙是一樣的 但是就 他這個形成了 我今天我不是在看他們本 我是在賣東西 好 那讓這些街友 來領先好 人生啊 每個人都會有不如意的時候 他讓這些不如意的人 可以慢慢的自力更生起來 這個就很重要 那所以說 其實像這種社會企業的方式啊 那他其實 當然 還是要找到一些核心的競爭優勢 核心競爭優勢 像我就跟這個台南的 我們這位姊姊 我就跟他講 這位郭彬東的董代表 我就跟他講 其實 當然 不管經營社會企業 還是經營什麼樣的企業 還是庇護工廠 其實要抓到核心競爭優勢很重要 我們來做實話的分析 找出我們的優勢 並說我們農產品 我們要找一些差異性比較高的 所以比方說 現在都養生大型幾道 所以不管是紅藜啊 冰東的這個藜麥 紅藜啊 也就是高雄嘉義台南的這個無花果 也就是 並說台東的這個洛神花 這些一些 比較對我們身體 有一些食療效果的這些實材 來去做一些 各方方面面的產品 我給各位報告 台灣就是高創意 你若是有農產品出去 我們若是直接賣這個 像小林村的青梅 你若賣這個原來的這個 蔬果 其實我們競爭優勢 比較沒有那麼強 一定要把它農業加值 把它農業加值 經過加工之後 提煉出各種產品 不管是比方說無花果露啊 也就是什麼啊 無花果的這個 香噪 也就是 洛神花的一些細胸啊 也就是啊 泥麥的相關的食品 其實你看 我們高雄嘛 在地有一個地方 就是馬玉山嘛 對吧 也就是養生的為主 在這些領域其實我們是 比起中國大陸是有些優勢的 是一些優勢 這就是 加碼我們的優勢 然後呢 我們善用整個 南南合作的機遇 以中國大陸 還有東南亞 還有日韓 作為我們的整個 銷售經濟的據點 然後我們也強化 跟美國方面的一個 經貿合作 所以我們這樣子在 掌握自己的核心競爭優勢 在世界 產業發展的地圖上 找到高雄的定位 找到台灣的定位 現在的時間是 十一點五十五分 非常感謝我們所有 聽眾朋友的收聽 我是 人民最大聲 台北的主持人 孫建平孫老師 就我們所有的 聽眾朋友 有個愉快的 午餐時光 我們明天知道 我們繼續來收聽 感謝